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可以在Easy、No More、Hard以及Very Hard这四个难度中随意切换 选取任务后画面中会显示该任务的基本数据 此外还可以查看以往的挑战记录以及任务中秘密奖励的条件 主线任务的种类较为单一 通常是一本道的杀敌 最后则是BOSS战 各位刚刚看到蓝光闪现的这一击范围性攻击 其实是提示防御后的防御反击 如果能熟练的使用的话 主角可以说是所向的一道 一连串的小圈连打其实是破防攻击 同时面对大量的敌人时可以考虑长按攻击键发动范围攻击 大家看到的是已经将招式等级提升至上线的演出效果 是不是非常帅气呢? 片刻后我们来到了BOSS战的环节 本任务其实是发生在主角的梦境里 所以BOSS战的方式也相对的比较特殊 玩家需要快速从多个目标中选择正确的对象进行攻击 成功后就能扣除BOSS的体力 动作太慢或者选错对象后都会受到一定的伤害 当然这种特殊的BOSS战在游戏中并不多 更常见的是除了一般的单挑外 去向战也是少不了的 而给予BOSS伤害的方法除了冷兵器的砍杀外 远程武器有时候也能大派用场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丰富的分支任务 分支任务会随着流程的推进而自动解锁 与主线任务不同的是 已经解锁的分支任务可以随时挑战 没有必须通关后才能反复挑战的这一硬性规定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驾驶摩托车要长跑四圈 然后途中需要击杀指定数量敌人的分支任务 技术不太好驾驶的不够飘逸 让大家见笑了 分支任务的类型非常多 比如这个任务的目的 就是寻找并击杀逆藏在屋子里的小蜘蛛 小蜘蛛则会狡猾地藏扎离品盒 雕像等物品中 打开盒子看到一大群蜘蛛跑出来的时候 可不要被吓到哦 虽说任务的种类较多 但大多数都离不开杀敌 只不过杀敌的方式有所不同 任务的目的过于单一 可以说是本作的缺点之一 小蜘蛛现在为大家演示的 是独特的肾上腺素爆发系统 与其将其称为一个系统 还不如说是一个虐怪耍帅的招式 发动此招的前提条件 是需要消耗屏幕左上方 指定逃下面的水槽 每次成功秒杀敌人时 都会凑起血槽上的一朵玫瑰 注意面对会防雨或者有护盾等 其他防身装备的敌人时 需要先卸下他们的武装 或者将其打晕 否则身上腺素爆发是无法命中敌人的 此外使用远程武器点射敌人时 如果瞄得够准 那就会对敌人实现爆头 这里的两名远程敌人比较配合 没有乱动 下面为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主线任务的基本流程 觉得不过瘾的朋友 可千万不要走开 好戏还在后头呢 当然不耐烦的人 也可以直接以非常绅士的手法 快进到本视频的最后一部分 凝去杀彼此 任务开始后 通常会以简单的过程 为玩家交代委托人的过去 いや… いや… ミス・ジュビリー 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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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ミス・ジュビリー あなたの奏でる音で 人々は感情をむき出すでしょう 優しい気持ち 嬉しい気持ち 憎しみの気持ち 殺意の気持ち 人々は感情豊かに殺し合うことでしょう 准备 ドラ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便是来到处刑人事务所与主角签订处刑的合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及时防御外 游戏中还有一种考验玩家操作水平的系统叫做回避爆发 这种爆发与肾上腺素爆发不同的地方在于无需消耗血槽 而发动的条件是在敌人的招式命中自己前的瞬间 成功回避躲开之后画面便会进入拖慢的状态 并提示玩家连打攻击键对敌人进行追击 当量级等级提升至最大的5次时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通常攻击干掉杂兵 那么画面会瞬间静止并出现4个按键的选择 每个按键固定对应一种道具 只要在选择的道具时结束之前 选择其中一种结果敌人的方法 那么在干掉敌人后就会掉落对应的道具 该系统的名称为中选剂 正当我们专心攻关的时候 妹子突然打来了一个让人小路乱撞的电话 这表示在完成当前任务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指定妹子的5男任务来进行攻略了 回到正题 为了不让玩家在处行的道路上太过寂寞 有城里的特定地方会看到前来支援的薇薇安 他会以同时操作16把手枪的成名绝技为蒙德支援 在这枪林单雨的沐浴之下 别说敌人 连我们的蒙德也不得不捏一把汗 心里肯定念叨着不能得罪女人 另外只要在关卡中隐蔽的地方找到火辣的故事小姐斯卡雷特 那么就可以解锁任务选择画面里对应的挑战任务 同时还会得到将血槽一次性加满的奖励 我这一句话说敌人 这一句话说敌人 再来一句话说敌人 待着了 待着了 好,我們回到原姿 很快就来到了boss的藏身之处 由于小编选的是低难度 并且将副武器强化至最高级的状态 因此boss很快就经不住萌刀的推弹 体力瞬间被扣光的boss气急败坏地胡乱出招 这给我们的处行人制造了进攻的机会 只用了一会儿的功夫 可怜的boss就被砍成了维纳斯 眼见自己已经无力为天的boss 打算和几个一时俱闻 小奶想和前面一样 以副武装来扣光boss的体力 但雪槽却在这个时候见底了 于是我们的主角只能上演一场令人灼击的老鹰捉小剂 剩下一题 这把冰冻枪可以将被命中的敌人减缓斜动的速度 这把冰刀的速度 任務完了です こちらにサインをお願いします あなたの耳を 世界の誰もが羨まる 大切にしてください 主人はもはやこの世の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お分かりですか 命よりも大事なものを奪われるという気持ちが でもこれで 拎着ボス的脑袋回去交叉後 本以为终于可以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了 結果嘛 原来委托人不是人 所以報酬什么的自然也就飞走了 ちょっと 挺有啊 哈哈哈哈 好了 失不宜迟 赶紧进入各位纯洁的读者们最关注的五男任务部分吧 任务开始前 我们先在本部购买一些泡妞时需要用到的道具 也就是各种昂贵的礼物 礼物的种类相当多 有用的 有穿的 有看的 还有吃的 大家不要被屏幕右上方显示的高额数字骗到了 这些血汗钱是小编通贯一次后辛苦积攒下来的 但是只要和妹子们扯上关系 买礼物买到手软 甚至破产的情况则是司空见惯的 买过礼物后 立即前往刚才来店的那位小姑娘的家里吧 别急 这点毒盘时间是故意不减掉 来掉大家胃口的 哦耶 终于和小春坐下了 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奇怪的眼镜 原来这是一副具有透视功能的眼镜 只不过剧情展开的太快 小编有点不知所措 所以才悔恨的低下了头 绝对不是故意往奇怪的地方看去的 请大家相信我 好 再来一次 啊 心跳加速了 有没有 Oh my god 人家还没有看过影子说 妹子你这是要闹哪样啊 好吧 太后机的结果是被小春惩罚了 我们再来看看挑战任务 调整一下状态 然后再尝试攻略其他的妹子吧 如果这个时候你快进了 那么你肯定会后悔的 真正的福利还没有来哦 挑战任务严格来说 也算是五男任务的一种 只不过相比起那些喜欢别人吼 肆无忌惮收礼物的妹子来说 护士小姐更喜欢身手了得的男子 和护士妹妹对话后 我们可以选择已经解锁的任务进行挑战 任务的种类有在限定的时间里 杀敌 生存 连技术达到几个数字等等 而现在选择的任务 目标是利用一次氛围性攻击 击倒四个以上的敌人 稍微折腾一下后 任务完成 护士小姐会奖励我们少量的好感度 当好感度累积到1000时 再进入选择任务的界面 那么在最下方 会追加一条让人欲罢不能的挑战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小编是一个好人 为了不交换小读者 并鼓励大家去购买游戏 特意将一些大尺度的片段剪掉了 大家不用感谢小编 专心看片吧 我让你认识了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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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讓開 熱 三 一 五 五 五 六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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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略完护士美眉后 我们再将目标锁定为性感的郁姐娜塔利亚吧 这里简单的讲解一下五男任务的系统 我们的目的是在美眉们实现游离的时候 迅速以注视对方的方式来欣赏他们的美貌 通过反复的欣赏可以累积画面左侧显示的兴奋值 使用透视眼镜可以快速的积攒兴奋值 原理不用我说你们懂的 当兴奋值提升至1000以上时就可以给美女们送礼物 如果使用了透视眼镜还可以看到美女们对礼物的喜好 通过送礼将中间的爱情条续满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被剪掉的画面咯 但在欣赏的过程中注意不要被妹子们察觉到 你在以绅士的眼光欣赏她们的美貌 否则当画面右侧的好感渡槽清空后 下场就会和前边攻略小春时一样惨哦 最后想看完整版的同学们请勾入正版吧 已经无缘了 今夜は激しくいきましょう